取消工作表 有没有 取消了之后 马上就出现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保护的话 记得啦 你就是保护工作表的时候 记得再加个密码 但是这个密码 你一定要记起来 为什么 因为之前有同学 就是忘了密码来问我 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密码 所以你的密码 是你要自己记得的 所以这个地方 特别是要 加了密码之后 你就是要记起来 不要乱设定 你看看有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则 像我的密码也是一大堆 像我的帐号也是一堆 那怎么样 让你的密码可以 比较好记得起来 也许你可以 像我是记到云端上面 我到时候就去云端上找找看 我就知道 因为我还有什么 现在人太多嘛 FB啦 Google啦 或者是各个什么 都会有 LINE也有帐号 什么一堆帐号 所以要有个固定规则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如果取消保护 他这个时候取消 他就没办法 有没有 你一定要输入正确的密码 如果他输入错误的话 确定 诶 密码误符 好 那如果输入正确的话 按确定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有一种状况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 真的已经忘记了密码 也没有办法解开的话 你怎么输入都没有办法的话 那其实之前有个同学 他就试了一种方式 其实是可以把密码 把它破除掉的 而且不需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他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意思有档 丢到那个Google云端上面 转换成Google试算表 再下载下来 密码就消失了 OK 应该懂那意思吧 但是丢上去的时候 记得要转换哦 你如果没有转换 再下载还是保护 转换之后 因为Google试算表 他没有这个功能 他会把这个功能给去掉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种方式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原因 密码也解不开 但是又要修改里面的东西 怎么办 那就用这个方式 也是一招了 OK 那就输入 好保护起来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保护你的公式 跟保护你的资料 记得按右键 出车格式 这个两个要锁 全部的都不要锁 只有这个范围锁 但是如果你全部都要保护的话 你就全选 都打过就好了 那这个是保护你的公式 跟你的资料 那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要保护什么 保护你的Visual Basic 比如说你写了这么多 那将来呢 你要怎么样 让你的这个公式 不要被看到 其实很简单哦 以后如果说你要保护VBA的话 比如说你今天写好了 这个专案 VBA Project 哪个档案 对不对 按右键 这边有叫做VBA属性 属性里面呢 就会看到 有一个叫保护 打勾 密码输入 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把它存档 再打开来的话 有没有 假设我今天哦 记住哦 就是今天非常简单 按右键 专案保护 按确定 那你就把它怎么样 关闭 关闭 要不要储存 储存 储存完之后呢 你下一次呢 再把它打开 再到开发人员 那因为开发人员以前 开发人员以前是没办法开启 以前是直接开启这个什么 开启这个模组 就自动就打开了 糟糕 理论上应该是直接哦 就可以 这个可能就 是不是 全是当掉 OK 那一样的方式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将来 你保护之后的话 按下去它会出现 请输入密码 如果你输入不正确的密码 也是没办法打开的 所以VBA 你可以做保护 如果你将来你自己写的东西 也就是你的智慧财产权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来把画面还给各位 所以刚刚的部分就是SAMIF 最后会有个保护 记得是把那个工作表现 全选取消保护 再针对那个范围做保护 那个范围做保护 那再来就是那个VBA的部分 你可以 可以在做那个 上方的那个VBA的那个专案的保护 然后